嗨大家好,這是小黑智 這一集開箱 Mihara的溶解鞋 這一款的話 也算是比較定番款的配色 是黑白配色的 鞋盒一樣是這個 經典的白鞋盒沒變 有點像iPhone的盒子 因為它做的蠻密合的 裡面一樣是精美的包裝 滿版的這個 不知不得秤 像什麼,襯紙嗎 滿滿的不知不 就是保護著它這樣子 然後 整個就做得非常的縝密 好 那一樣每一雙鞋 這都介紹到 介紹到爛掉啦 就是每一雙鞋都有這個 不知不帶 然後去保護鞋子 好 這個黑色的配色蠻好看的 很 怎麼講 就很簡單,很好搭 因為像是那個 其他色是拼接色嘛 有些 有些人就怕不好搭 不敢 不敢嘛 那這個黑色就是很好的選擇 雖然說 你要說它跟一般converse 看起來一樣 但其實這就 細節上真的差很多 然後鞋子也比較有質感 好 那一樣簡單帶一些細節 這一雙是開口效 牽頭突起的這個款式 然後側邊的融解鞋 的這些特徵 側面 側面 那這雙是帆布款 然後再來它這邊鞋頭這裡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突起鞋 大底銜接上來這一塊是 有點像是灰米色的 好,故意做一點點 顏色上的設計 然後這一 這一雙是出鞋帶的 再來 有這個 這一季才有的這個布標 OK 然後鞋 鞋屁股這邊有 那個 龍姐鞋他們 Mihara的logo 看一下 好 然後 底也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蜂巢狀的底 蜂巢狀 蜂巢狀 好 拿上去就很好看 好 如果你對鞋的版型 或是想買 都可以再從 透過我的instagram 或是其他算口聯繫我 掰掰